我叫杜盛磊 是个80后 目前主要从事海上风电的工程和研发相关的工作 我叫赵盛华 今年38岁 从事风电行业13年 1234 我叫李楚张 今年33岁 在中广河南鹏岛珍珠湾海上风电厂 从事一个执掌工作 海上风电最神奇的地方 就是我们在一望无尽的大海上 一个建在豆腐上的超级工程 施工难度非常大 而且施工的周期也非常长 就是整个像国内的革命发展一样 苦难辉煌 确实这个过程 我从事风电有9年了 我当然是有感情 没感情也不会从事这个海液 这个73岁风电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我就这样 就把它当成自己孩子一样的照顾好 大自然的风能 通过风机的采集 然后转化成我们可以利用的电能 输送到千家万户 它 took a year to build this wind farm of 73 turbines 海上风电从四十公里外的海上风电厂 经过排比电来 送到开关站 这是海车风电厂 与我们电网之间的一个关键的枢纽 The power this record-breaking wind farm produces can save over 300,000 tons of standard coal every year but for the power grid companies this new energy used to be a nuisance 但是它对电网的调节 其实在很多时候 我们研究的还没有那么深入 那就会造成一个问题 它们建成之后 电能不能送得出来 能不能及时的 全额的送出来的问题 电力系统是有惯性的 这是由我们传统的火电机组 来主要提供 清洁能源跟火电是不一样的 它的间歇性 波动性都会非常难提 大规模坏入这个系统之后 对系统的安全稳定是有非常大的挑战的 第二个问题 另一个大货币 中国的汇聚困配大量 的土壤和地区 日本änder会有 highly大的颜色 工程中心的地步 从南部的沿尘小线 在广东的电力码提供 工程中心部 工程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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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 包括4,000km远 在新疆伊加公导的地步 在广东之中 有三分之一的电力 10台自私信中信 站在当时确实是很难想象 因为当时我们西连农送只是送到一千万 我们就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事情 那么现在实际输送的这个容量已经超过四千万 离不开解放思想 离不开我们脚踏实地地把这个事给干成 By the year 2030, wind and solar energy will provide over 1.2 billion kilowatts of power to the maximum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half of the country's total installed capacity in 2020 In early 2021, the CPC's Central Finance and Economics Committee has declared that new energy will be the primary source of China's future power supply 那么面向以新年为主体的这个新型电力行动的构建 我们就要突破我们思想上的这个依赖 走出我们日常的这个所谓舒适区 找到新能源的这个优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